歡迎收看財經Expresso 晚上好我是夏詩 馬上來看今天的馬谷走勢 外圍干擾暫時消退 深跌的建築股力圖振作 馬谷全天走在上揚格局 連破1710以及1720兩個關口 以全天最高1721.93點避世 高漲18.36點 匯率方面 由於經歷了中美貿易戰 緊張局勢引發的動盪後 亞洲貨幣多數走軟 馬幣對美元跌至4.0500令吉 接著是今天的市場交易數據 本地機構今天竟買入1億0420萬令吉 而外資及散戶則個別竟賣出 5699萬令吉 以及4721萬令吉 接著來看企業Black and White的單元 通訊及多媒體部長隔邊信希望 所有電訊公司可以盡速提成 降低寬頻費用 以及提升速度的建議 追隨馬電訊的降價措施 部長說 已經要求馬電訊 設法提出全新和價格更低的配套 讓全民受賄 而不僅僅是少數人獲益而已 昨天 馬電訊宣布全新79令吉的新寬頻配套 但是就只限於全家月入低於4500令吉的 最低40%家庭收入群 換個焦點 雖然大馬機場公司優先專注於提升國內機場的服務 但也不會錯過海外擴展的契機 該公司代首席執行員拉倫阿茲米說 計劃透過多數持股、餐股或管理營運等三種模式 擴增海外業務 目標是亞太和中東市場 不過他否認競標菲律賓克拉克機場 25年經營權的消息 強調說 至今並未接到任何現役 最後來看 IHH醫保在印度富通醫療集團競標中 打敗國際對手 以總值400億盧比或大約23億5000萬令吉 認購富通的2億3529萬股 或大約31.1%股權 結束這場歷時多月的鬥爭 IHH醫保最終需要支付大約44億令吉 以持有這家印度第二大醫院集團的 57.1%控制股權 並同步持有富通、旗下富通馬拉醫院 IHH醫保董事經理兼首席 政經員陳詩龍表示 已經制定了穩定富通的百日重組計劃 以釋放這項資產的長期潛力 今天的財經新聞到此 感謝您的收看 晚安 字幕提供